Omicron传染力 美国超过75%儿童感染 新冠疫情,全球确诊人数最高的美国,孩子染疫比例也齐高 Omicron传染力到底有多高? 研究证实,美国超过75%的儿童曾染疫 许多家长担忧于病毒共存的症结是,没办法打疫苗的孩子,可能在面对病毒后的影响非常严重 自新冠肺炎Omicron变种病毒出现以后,它的高传染力已成了全球最主要的病毒株 不仅许多国家都改变防疫方式,倾向于病毒共存的态度 暴增的确诊人数也因正在疫苗普及过后的世界,一种全新的生活信念 许多国家清零或防疫整整两年后,彻底受到Omicron的摧残 但在疫苗的施打率提升,人们的观念确实和遗忘有很大的不同 虽然不断飙高的确诊人数确实不免让人担忧 但在99%确诊者都是轻症和无症状的情境下 也许你我都该用不一样的心态,重新感悟与体会 但有些家长担忧的是,没办法打疫苗的孩子,可能在面对病毒后的影响非常严重 因为光是在美国,就有超过75%的儿童层染疫 科学研究发现,美国四个儿童就有三个层染疫 Omicron的主要症状为咳嗽、喉咙痛、鼻塞、流鼻水、发烧等 可能伴随肌肉酸痛、全身无力、头痛、腹泻等 极少部分患者可能有嗅觉、味觉异常的状况 但大致上来说,出现的症状都和普通小感冒类似 因此真的很难分辨是否罹患新冠肺炎 许多人都在不知情的状况下,无形中降病毒在传染出去 自然也让疫情十分难防 以目前全球确诊人数最多的美国为例 他们的总病例数已经突破8100万 若分析美国总人口3.3亿估算 已经是全国四分之一的人都曾染上新冠肺炎 The Guardian更报道 超过一半的美国人曾经出现感染新冠肺炎的迹象 更是每四个孩子中,就有三个曾染上新冠肺炎 这是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的研究结果 也是研究人员在检查超过20万名美国人的血液样本后 确认受测者血液中的抗体是由非疫苗制成的病毒抗体而研究出的 换言之,也就是确诊后,体内为了抵抗病毒而产生的免疫力 美国疫情也因为Omicron而激增 研究发现,美国过去的感染迹象 在去年12月到今年2月之间急剧上升 而当时正是Omicron病毒在美国肆虐的主要时刻 对所有年龄层的美国人来说 在2021年12月之前,仅有34%的人有感染迹象 但仅仅两个月后,这个数字暴增到58% 研究证实了Omicron有多么可怕 追踪新冠病毒感染程度的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负责人 克利·斯丁克拉克·克里斯丁克拉克博士说 我确实预计到确诊人数会增加 但我没想到会有这么多 研究更发现,在确诊的个案里面 最显著增加的族群是儿童 17岁及以下的人中拥有染疫后抗体的比例 从12月时的45%上升到2月时的75% 相比之下,年龄越迈向中壮年 过去染疫的证据就越小 特利·斯丁说,这是因为成年人接种疫苗的比率本来就比孩子来得高 他们更有可能采取其他的措施来防堵新冠肺炎 例如戴口罩和避开人群 确诊黑数太多 染疫后没通报的大有人在 之所以研究比例推测的数据 比起官方通报的确诊人数多了不少 研究人员认为确诊病例数确实是被低估了 许多新冠肺炎的感染症状非常轻微 患者大多会认为不需要求诊、筛检 而是自行吃药、休息后及正常生活 这也因证了目前国际上普遍的模样 轻症或无症状者在病毒潜伏期时没有发现征兆 进而在无形中传染给他人 在他人同样症状也不严重的状况下 又把病毒传出去 造成一种循环 这项研究主要是要找寻人体内的抗体 了解这些抗体究竟能达到多少的保护作用 科学家们仍在试图了解这些抗体 对于再次染疫的可能性有多高 不过科学家还是强调 施打疫苗追加剂绝对是最基本的防护守则 纵使不能完全避免感染 他也能减少染疫后中、重症的情况发生 因为在目前 还有千万美国人是完全没有施打疫苗 包含不相信疫苗与身体状况经评估不适合施打者 科学家说 如果不是经医师评估不适合打疫苗的人 都应该尽速接种疫苗 不要以为自己很幸运、是不会染疫的那种人 因为新冠肺炎会长久存在 终有一天可能会找上门 健康生活编辑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